妈妈李嘉欣盛世美颜,爸爸是百亿富豪,如今试管生的七岁儿子居然长成这样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 说到娱乐圈里的盛世美颜,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。 特别是在之前香港电影鼎盛时期,香港小姐选举,美女明星可谓是层出不穷。 而能得到大家认可的美女明星,相信说是李嘉欣,都不会否认。 确实,李嘉欣的美丽,用盛世美颜来形容,一点也不过分。 就连演小鸡巴的林姿,演皇后娘娘的蔡少芬,演赵敏的张敏,还有演紫霞心子的朱音,都还没李嘉欣美。 或许美女都逃不过刘鸾雄的手掌心,李嘉欣也曾跟过刘鸾雄,之后嫁给了许晋亨。 许晋亨刚出生,身家就有上百亿了,不得不说,许晋亨是含着金要是出生的,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一个百亿富豪了。 而两人的儿子,却并没有继承妈妈的盛世美颜,并且许晋亨长得也不差。 但是世冠生的儿子偏偏就是继承了父母的缺点,长相实在不敢恭维。 不少人还说,可能生个女儿,就可以继承到妈妈的美貌了。 不过,对于李嘉欣来说,教育是一个大工程。 如今一个儿子都是亲力亲为忙不过来了,看来都已经不打算生二胎了。 李嘉欣出生于澳门,父亲Francis Raines为香港出世的葡萄牙人,二战期间曾被日军关进深水部集中营。 英体形葵梧,被送往日本的矿场工作直至日方战败。 母亲为上海人,战后移居香港并与Francis Raines结婚,但下包子李嘉明及李嘉欣。 1980年代其父亲因为万遇离家出走,李嘉欣一家一度居于天台铁皮屋,又住过重庆大厦。 14岁开始办公读,透过当兼职模特儿的收入来完成学业,而Francis Raines一于1987年正式离婚,妇女兼甚少来往。 参加会考后不久,于1988年参选香港小姐成为冠军,同年成为国际华裔小姐冠军。 其实李嘉欣只有18岁,参选时已是冠军热门。 1988年当选后一段时间,父亲曾试图与她联络,此时李嘉欣已是一位成功艺人。 但因妇女间的过节,她始终耿耿于怀,并没有主动跟她接触的抑郁。 其间父亲的健康应美矿玉下,至1995年去世后,李嘉欣才得以拜继王妇,一是妇女关系血浓于水。 90年代与当时已婚的富商刘鸾雄交往很多年。 与另一大美人关之林争风瞎促,是公开的时,RLTube。 很多网民曾听到她在谈话中粗言慧语与大刘对话。 后来她拍电视剧。 袁震霞后一与李宁拍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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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